狮子 心想 大象 显然 这是一个动物园 园内人来人往 一个面向可人的双马背小女孩 首幅威兰看得有些出身 与她对视的正是我们的鸡哥 话说鸡哥离开小镇怎么到了这儿 动物园即便抓着哈士奇 也不至于抓着家庭共争观赏 威兰外与小女孩一起的还有她哥哥 哥哥 有鸡耶 你傻啊 那也是只南方的鸟 但是这家伙总感觉一脸吃了屎的表情 接招 花生爆蛋 少年使出了他的绝技 手中的花生粒化作树道残养 向鸡哥袭来 鸡哥尽数将其接下 哇 牛逼耶 下一秒 鸡哥以笔之道 还尸笔声 花生粒机关枪式的反兔回去 射了小男孩一脸 无视围栏外的哭哭唧唧 鸡哥华丽转身 悠然走开 小屁孩真是讨厌死了 放任他们在外面调皮捣蛋 真让激活大 鸡哥走到了鸟类园区的水塘前 群鸟吸水打闹 无忧无虑 好不快活 对于鸡哥这样行走在生死边缘的爷们儿来说 这个松松垮垮的世界真是令他不幸 眼不见 心不烦 好鸟哥哥 后面一起玩 睁开鸡眼 入眼是三只幼鸟 切 又是小屁孩 抱歉 找别人去吧 四十命中结束 鸡哥与熊孩子的孽缘 该来还是会来 三只用咬在池团中 与鸡哥快活起来 咔哈哈哈哈 泼打 实情泼 哇哈哈哈哈 别提 别提 好吧 救命啊 他是不是咽着了 鸡哥剧烈挣扎 眼看就要被淹没 一分十九后 鸡哥终于回到地面 一袋鸡爸撑了落汤鸡 好一会儿才缓顾进来 你们都给我记好了 刚才那是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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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法 是 是 是这样啊 刚刚还叫救命来着 喂 你们几个又在恶作剧吗 坏了 是泽纳爷爷 这个苍老富有威严的声音 来自于一只双眉斑白 宝金沧桑的老鸟 正是用鸟口中的泽纳爷爷 都给我去招待游客去 臭小子们 罗扎死喽 你个老东西 早点去死吧 嘎哈哈哈哈 三只幼鸟走后 泽纳为幼鸟的恶作剧 向鸡哥道歉 这是 鸡 池塘另一边 动物园研修生正疑惑 为何会有只鸡 但你要管理 怎么可能会有鸡呢 是才有鬼了 智慧的研修生 索性放弃思考 哼着小鸟走开 甲山上 鸡哥与泽纳聊起天来 太好了 你恢复得不错 这段时间多亏您的关照 泽纳老爷子 看来 鸡哥到这动物园 是事出有因 三天前 黑云一步大雨漂泊 南国鸟馆前 鸡哥瘫倒在地 全身湿透气弱油丝 那儿有只鸟 快去通知泽纳爷爷 为避免饲养员发现 泽纳将鸡哥安排在 甲山下的石洞中 禁养了一段时间 我记得那时候 我是在附近感受到鬼兽的气息 就过去查看一份 就突然 即使生病 也有事情要去做嘛 泽纳老爷子 我不会告诉你 其实我是白天吃了毛毛虫 把肚子吃坏了 回忆至此 那毛毛虫的美味游在嘴边 鸡哥腹中一阵嚎叫 呵呵 你这三天 什么都没吃吧 泽纳在雨池下翻翻找找 抖落树枝珍藏已久的小灵石 这是把西蝗虫 非常难得的美食 看着地上的蝗虫 鸡哥陷入沉宁 你救了我的命 不能再找你拿这么贵重的东西 好意 我心灵了 鸡哥如此高峰亮节 如此出城脱俗 如此铁骨铮铮 泽纳也不好多说什么 扶手起会准备吃下地面的蝗虫 却被鸡哥树然伸来的鱼翅拦下 建筑则那只好再问一遍 真不知 既然说到这份上了 真香 真那么好吃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你是在巴西出生的吗 是啊 倒影在亚马逊河上的夕阳 没到令我行动 我以前最喜欢和妹妹们欣赏此灵美景了 听着泽纳所描述的回忆 鸡哥感同身受 往事如焰 他也曾有过这般美好的时光 大概二十年前 十八岁的时候 泽纳飘扬过海来到了日本 被塞进狭窄的隔间任由游客肆意观赏 一开始很是辛苦 不过当看到游客们因他喜笑言开时 泽纳第一次体会到了喜悦 你不恨人类吗 哈哈 说不恨肯定是假的 但我在这里有了家人 互相扶持 互相勉励 同甘共苦 大家都是无法替代的 久居则安 泽纳现在深爱着这里的一切 对于抱有如此情感的泽纳 鸡哥深有感触 而就在此时 园内突发躁动 游客面色惊恐 仓皇逃命 犬击碎猴山 猴群似 刺散逃开 一拳捣毁额岛 截恶嘎嘎叫唤 鬼兽 出现了 啊 啊 顺着严修山的视线望去 一只四足六臂形似逐节虫的鬼兽 出现在园内 七体形虽大却是兽骨灵巡 一根呆毛倔强地生长在土顶之上 我没有鬼兽 我要把你们都杀光 透过顶窗玻璃 鸡哥与泽纳将这只鬼兽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出现了 鸡哥本就被鬼兽而来 自然是早有预料 而泽纳一直在鸟馆内 哪有机会见到鬼兽这等异常 那 那是什么 只见鬼兽三拳紧握 向着鸟馆顶窗狠狠砸来 瞬间玻璃破碎 钢架卷须 三拳之下 鸟馆被开了个大洞 取鸟趁势出逃 给我住手 在出逃取鸟中 泽纳禁止冲向鬼兽 会见狠狠啄在鬼兽脸颊 老夫不允许你破坏我们的家 不允许你伤害老夫最重要的家人 绝不 鬼兽肌肤硬如磐石 泽纳几番攻击下来 不揍笑不说 反而会口均裂开来 闭嘴 死苍蝇 鬼兽随手一扇 泽纳便被拍落 砸在岩石上口喷鲜血 这些个鬼兽由怨念而化 早早就埋下了仇视的反骨 一惊爆发 变成为杀戮与发泄的机器 任何碍眼的事物都不会放过 鬼兽六拳出击 将泽纳所珍视的家 捣毁得不成样子 如此行进 鸡哥绝不会袖手旁观 他静止冲来 在鬼兽两眼之间狠狠来上一击 一击得手 鸡哥稳稳落地 眼中杀气腾腾 来啊混账玩意儿 与鬼兽高大的躯体相比 地面上的鸡哥 如同一块V不足道的碎石 啊 鸡 你可不配做我的对手 蠢货 鬼兽转过身去 看样子准备无视鸡哥 才怪 看我去晃一招弄死你 这鬼兽异常狡猾 居然玩了个阴招 但鸡哥早已识破 顺着鬼兽手臂一冲而上 然后高高跃起 大鹏展翅一般展开双翼 则那老爷子 多伤性命守护的东西 被你践踏了 本机究极愤怒 接招 出现了鸡哥的成名绝技 鸡后功 惨叫声中 一个个鼓包从鬼兽脸上找出 下一秒 鬼兽的脑袋抱成了一对碎肉 鬼兽躯体轰然倒地的同时 鸡哥稳稳落地 这荆棘独立的姿态 要多帅气 有多帅气 一众男鸟要多敬意 有多敬意 鬼兽一出 危机告一段落 一众男鸟将则那围在中间 则那已是奄奄一息 他 大家 放心吧 则那老爷子 大家都没事 是吗 是你救了大家 老夫该怎么感谢你 刚才还调皮捣蛋的幼鸟眼眶含着泪花 则那爷爷 我刚才说了过分的话 对不起 不要死啊 则那爷爷 你们三个臭小子 要成为出色的陈年鸟啊 我会在那个世界 一直看着的 血液顺着灰口流了一地 则那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 迷流之际 灰马灯在他脑海中闪过 那时候 艾琳娜是那么活泼 劳拉是那么温手 湖面上的夕阳余晖是那么惊艳 好想再和你们一起 欣赏那美丽的夕阳 带着二十年的遗憾 带着眼角的泪水 则那深深闭上了双眼 则那爷爷 一众男鸟如鳞霹雳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原来你还是对故乡 几个闭目沉思 随后从地面掀起一根 则那散落的羽毛 藏在了自己的寓意之下 则那老爷子 我跟你约好 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的遗物 带给你的妹妹 然后告诉他们 你们的大哥 在这里完成了重要的使命 然后在幸福中 离开了整个世界 这里对于则那是家 而对于鸡哥 只是一个歇脚的地方 是时候走的 你要走了吗 这里已经没我的事了 你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可没走出几步 机缘言真 血丝密布 同时肌腹剧烈回笑 哦 这 这个难道是因为那个吗 这是把西蝗虫 非常难得的美事 不等多想 鸡哥便树然倒地 浑身抽搐 没事吧 候鸟君 群鸟见状 蜂拥而上 真是一份 让我顶不住的大礼啊 对 对不住 我还得再打扰几天 则那二十年珍藏的 把西蝗虫 后劲大到鸡哥也遭不住 至于是大病出狱虚不受补 还是单纯的骨骑蝗虫 就不得而知了